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 与中国驻荣号火星车有关的报道 但在今天节目开始前 我想说说一件刚发生在德国的恶性持刀砍人事件 昨天在德国北部汉堡开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上 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砍人事件 一名无国际的巴勒斯坦人持刀无差别的砍人 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后来周围旅客出面制止 才避免更多人被砍死 半个月前 在法国巴黎北站也发生了一起持刀砍人事件 而在去年在德国的火车上也出现过类似砍人事件 可以这么说 昨天发生的流血事件绝对不是最后一期 这些事件几乎都与在欧洲的某一个宗教的人士有关 不知道砍人时他们有没有喊口号 以前我做过有关此类话题的节目 分析了欧洲今后会面临严重宗教矛盾 以及移民带来一系列问题 还有人口素质的下降会导致欧洲前景暗淡 此类砍人杀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回想起当年法国以及德国媒体对昆明看人惨案的恶毒报道 当时西方媒体说是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压迫的反抗 当时我就非常的气愤 心想你们欧洲就等着报应吧 果然应验了不是不报而是时候不到 现在报应来了 在德国进入火车站没有任何安检措施 貌似什么人带任何东西都可以随便进入火车站以及乘车 所以在欧美国家 每次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我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总担心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就是说没有安全感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欧美人要自由所以没有安检措施 而自由是有代价的 昨天发生的导致两人死亡的就是德国人为自己的圣母行为 为所谓的自由付出的代价之一 当然作为生活在德国的人 有时我不得不乘坐火车 也不得不面对此类惨案的风险 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希望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假如真的发生了 也是我生活在德国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而在中国何时何地我从来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 好朋友们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 德国明镜周刊关注中国的祝荣号火轻车 沙尘爆过后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还没有活动迹象 祝荣号已被调整进入休眠状态 已度过火星的冬季 它本应自动激活自己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信号 然而中国官媒对此坚口不严 配图说明 祝荣号火星车在着陆平台附近 由摇测相机拍摄 中国的第一个火星探测器 祝荣号前途未捕 该火星车预计冬眠后苏醒 一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然而专家们并不想放弃火星车将再次启动的希望 中国的航天局没有对祝荣号的状态发表评论 中国官媒将外国有关祝荣号可能存在问题的报道 描述为炒作 外媒这么做是出于政治目的 试图诋毁中国太空计划所取得的成就 太阳能翻版上可能覆盖着沙子 漫游车在5月被置于冬眠状态 以便在火星上度过寒冷多尘埃的冬季 现在人们担心 祝荣号可能无法在恶劣的沙尘暴中幸存下来 太多的沙子可能已经堆积在其太阳能翻版上 实际上当火星车的能量水平达到140瓦以上时 并且电池温度上升到零下15摄氏度以上时 火星车应该能自动重新启动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大卫弗兰纳里告诉自然杂志 如果祝荣号火星车没有走出休眠状态 这并不令人惊讶 他说火星上的太阳能着陆器和漫游器 耗尽电力的情况由来已久 这位天体生物学家在美国火星探测器 毅力号团队工作 就在去年12月 美国在4年后放弃了太阳能火星探测器洞察号 因为无法取得联系 美国航天局认为电池不再提供足够的电力 可能是因为太阳能模块上的尘埃太多 其他专家仍然乐观地认为温度正在上升 太阳能电池毕竟可以吸收足够的阳光 美国新墨西哥州位于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Baptiste Chider说 现在说有问题还为时过早 他也在研究毅力号 但中国负责太空进化的有关部门对此坚口不言 很奇怪 《自然》杂志引述了朱仁浩团队的一名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成员的话说 朱仁浩于2021年5月在乌托邦平原登陆 通过这次飞行 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红色星球上 成功部署探测飞行器的航天国家 即使在今天这项任务也被认为是成功的 因为所有计划的项目都得到了执行 该探测器在火星表面行驶了近两公里 收集了许多科学发现 发现了以前有水的痕迹 并比最初计划的时间多运行了三个月 好 这就是报道的全部 接着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上面写着中国制造的东西 里面就是中国制造 德国知识点评 这个人的意思是中国制造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质量不眨地 美国的卖油车和探测器的工作时间 通常比他们自己的工程师想象的要长得多 而中国的卖油车你看没能度过第一个冬季 我就说这么多 它的运行时间也比计划的长 并正确的执行了所有项目 你认为哪里有问题 问题是中国人对任何事都缺乏透明 在设计和建造火星车方面 美国仍有技术优势 自1996年旅居者号以来 这是一个试验性飞行器 美国宇航局已经进行了几次成功的火星探险 另一方面中国航天局首次把一辆卖油车降落到火星 这次任务甚至比原计划长了三个月 文章中也提到这一点 很能像你在评论中暗示那样 说卖油车失败或质量低劣 另一方面中国航天局现在对假定的任务结束 变得如此守口如瓶 并怀疑外国媒体的报道背后有政治动机 这是无稽之谈 估计是由于国家定性 对失败之说大事化小 其实并非失败 好吧 中国人对伟大的自我形象的理解 和对错误的自我批评处理 两者不可调和 中国的垃圾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报废了 这是一个例子 几乎令人惊讶的是 这辆卖油车能存活20个月 我想说的是它实现了所有目标 而且工作时间比预期和计划的要长 这是中国垃圾产品 这个中国垃圾产品做的相当好 这些国家怀疑有政治动机或诽谤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在俄罗斯一段时间以来 把一切负面的东西解释为恐额症 仿佛西方太空探索中没有错误 问题和失败 只是西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 Marksfm 他不再工作了 这可能发生在到附近小卖部的路上 也可能发生在火星上 运气不好或者技术问题 这不一定是失败 总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不公开通报此事 国家层面来掩盖此事 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毕竟只有中国才干得出此事 中国制造码没有什么奇怪的 德国知事点评 尽管这个人对中国制造嗤之以鼻 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读者不赞成他的说法 说明他说的话不得人心 今天柱绒号火星探测任务已经被认为是成功的 因为所有计划都得到了执行 我可以这么说 你对中国制造业的实力一无所知 德国制造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是的 比如说斯蒂尔电锯是德国制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在中国生产 中国几乎生产一切你想要的质量 现在我很想知道在你写这条评论的设备中有多少中国零部件 中国人的特点是对评论的反应和立即发起阶级斗争的辩论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应该为这个结果感到骄傲 就像希望他们的机器人会再苏醒过来一样 中国人应该更开放一点 这当然会让他们变得更讨人喜欢 甚至在科学领域 这些法西斯主义者也不能做到透明 他们还想把自己的制度推销到全世界 所有目标都已实现 这些目标是什么 考虑到成本和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事实 中国探测火星到底能不能有任何可行的目标 从技术上讲 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领导层在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 都强加了狭隘的想法 对自己的人民感到恐惧和不安全 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中国的公众根本不允许获得真相 当然中国人很清楚这个事实 然而有这么多亿的中国人 一个不受欢迎的真相非常容易形成舆论 从而对政治力量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或科学 也不应临驾于中国的宣传和其领导的荣耀之上 多么可笑的一群人 其他国家也失去了他们的卖油车 典型的中国不承认任何事情 顺门提下 在祝荣号之前 所有成功的火星登陆任务 都是由美国宇航局完成的 而且都是由加州理工学院 Gang-JPL负责 欧空局将Bigo2和Chiapa Rally钻入地面 而中国首次尝试软着陆一个卖油车 并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和也跑了一大段距离 任何在这里倾斜恶意的人 都应该承认祝荣号做得更好 好的 朋友们今天的翻译分享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